《華爾街簡報》來自各大權威媒體與機構 專業的獨特分析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華爾街簡報》 我是新峰 週一 多家媒體報導了 加拿大驅逐中國外交官趙偉一事 很快 中方有了回應 週二 中國表示將驅逐一名駐上海的 加拿大外交官 並且警告稱 渥太華驅逐一名中國外交官的行為 可能會遭到進一步的報復 此舉是中加兩國動盪關係的最新一擊 中國外交部表示 他正在採取反制措施 堅決反對加拿大驅逐一名 叫趙偉的中國駐多倫多外交官 驅逐是因為加拿大認為 趙偉在收集一名加拿大議員家屬的信息 而中國外交部週二確認要驅逐的 加拿大駐上海外交官 名為詹妮弗·林恩·拉隆德 詹妮弗·林恩·拉隆德 並且表示 她必須在5月13日之前離開中國 而一位直接認識詹妮弗的消息人士 獨家告訴我們華爾街電視 不用等到5月13日了 詹妮弗本人已經在週二宣布驅逐她的當天 就打包離開了辦公室 不久就將回到加拿大 在網上關於詹妮弗的資料很少 因為她不是一個很高職位的官員 但是也不是很低級別的官員 消息人士告訴我們 她在加拿大駐上海領事館 擔任政治經濟文化媒體部門的負責人 算是部門領導 她走了之後 她的副手將會頂替她的職位 而說到為什麼會選擇 詹妮弗作為被驅逐的目標 消息人士告訴我們 因為她的職位與家方驅逐的趙偉完全對等 那麼我們就可以想像一下 趙偉大概是一個什麼樣的職位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週二則在記者會上說 我們奉勸家方立即停止無力挑釁 如果家方不聽勸告肆意妄為 中方將會予以堅決有力的回擊 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由家方承擔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週二則表示 中國針鋒相對驅逐了一名加拿大領事官員 加拿大不會被嚇倒 他說我們決定以負責人的方式向前邁進 以發出一個非常明確的信號 那就是我們不會接受外國干涉 無論他們接下來做出什麼選擇 我們都不會被嚇倒 這一事件使得中國穩定與西方關係的努力複雜化 加拿大的驅逐行動也提醒人們 世界各國的政治首都都高度關注 與中國有關的秘密行動 加拿大外交部長喬莉在宣布 趙偉為不受歡迎的人士說 加拿大不會容忍任何形勢的外國干涉我們的內政 開除趙偉的決定 源於加拿大間諜機構的工作 該機構在2021年發布了一份報告 稱趙偉曾經命令香港當局追蹤 並且可能恐嚇 加拿大保守黨議員邁克爾庄在香港的親屬 而邁克爾庄週一表示 出於謹慎 他已經斷絕了與香港親屬的聯繫 中國則在一份聲明中稱 趙偉被驅逐是基於一些政客和媒體炒作的謠言 指責家方非但沒有保護中國外交領事人員的合法權益 反而縱容和負荷反華勢力的炒作 對中國領事官員採取極端行動 中國的最新行動給加拿大與中國的關係 注入了新的不穩定因素 自從2018年孟晚舟事件以來 中加外交局勢一直保持緊張 另外一條消息 多家媒體報導 中國突擊搜查CapVision的辦公室 擴大行業打擊力度 中國國家安全部門突襲了總部在紐約的 國際諮詢公司CapVision的多個辦公室 CapVision的中文名字叫做 凱聖融英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這是對諮詢行業進行更廣泛打擊的一部分 表現出北京加強了對與國家安全有關的 敏感信息的控制 據中國官方媒體報導 官員突擊搜查了凱聖融英在蘇州的辦公室 詢問了其員工並且搜查了 搜查了辦公設備 凱聖融英是一個所謂的專家網絡 將其客戶與專業人士聯繫起來 提供諮詢服務 在中國媒體的官方報導中 稱凱聖融英為淪為境外情報機構的幫兇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新聞的截圖 報導沒有給出突擊檢查的具體日期 但是表示這是針對該公司在北上深 等多個城市的分支機構同時開展的 全國性協調行動的一部分 而一位在香港從事禁止調查工作的 凱聖融英的前客戶告訴CNN 突擊檢查其實發生在去年年底 只不過現在官方媒體才報導出來 中國官方媒體稱凱聖融英 經常與中國共產黨和政府 以及國防和科學等行業的 接觸機密信息的人員聯繫 頂方控告指控凱聖融英高薪聘請諮詢專家 非法獲取各類敏感數據 對中國國家安全構成重大風險 消息人士表示 中國的諮詢行業的情況越來越糟 每個人都對正在發生的事情感到擔心 過去幾週 中國當局盤問了美國諮詢公司 貝恩上海辦事處的員工 並且關閉了美國進持調查公司 Mins Group的北京辦公室 同時還拘留了5名當地員工 上海美國商會週二表示 他對最近的報導表示關切 並且希望當局能夠更加清楚地界定 公司可以或者不可以進行禁止調查的領域 這將會有所幫助 而中國官方媒體的一篇深度報導則稱 當局將會加強監管 以引導該行業的健康發展 另外 南華早報報導 高盛斥資2.15億美元 試圖結束女性薪酬過低的案件 高盛已經同意支付2.15億美元 來解決有2,800名女性提起的集體訴訟 指控高盛系統性的少付她們薪酬 並且在薪酬和晉升決策中歧視女性 該訴訟是針對華爾街涉嫌不平等 對待女性的最引人注目的案件之一 2.15億美元的巨額和解費中的三分之一 將會用於支付法律費用 審判定於下個月在紐約舉行 高盛希望在審判前努力和解 雙方一直在敲定一項協議 高盛的訴訟首先是由麻省理工學院的 畢業生Kristina Chen-Oster提起的 她於1997年加入了高盛的債券部門 並於2005年7月向美國提出歧視申訴 然後於2010年提起訴訟 長期以來 華爾街一直將案件中的女性送交仲裁 這是一個隱秘的制度 同時 華爾街也一直使用保密協議和和解協議 來避免指控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多年來 高盛以及其同行 一直承諾要實現隊伍的多元化 儘管高盛去年的合夥人中只有29%是女性 但這仍然算得上是高盛迄今為止 最大的女性領導團體 以上就是本期華爾街簡報的全部內容 更多全球最新資訊 可以關注6度簡報網站 網址是6度brief.com 在上面 大家可以訂閱各類符合你喜好的簡報新聞 有免費套餐 也有更專業定制的付費套餐 供大家選擇 今天的節目就是這樣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我們下期節目 我們下期節目 我們下期節目